花蓮警分局擴大零檢在建成效 日前晚間一輛黑色休旅車行進花蓮市中山路和浮光街口的時候 看到警方設有零檢站就刻意先靠邊停車 而他可疑的行徑也吸引起了警方注意上前盤查 沒想到意外就起初有兩小包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48歲的正性價值也當場遭警方帶回 依毒品罪嫌移送偵辦 黑色休旅車還沒到零檢站就先停了下來 詭異的舉動立刻引起警方關注 警方團團包圍48歲的正性駕駛只好乖乖配合 主動從車子裡拿出一個小盒子 打開一看竟然是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這是什麼 都是安非他命 29日本分級嚴禁以花蓮市區中山路和浮光街口 執行破代人檢勤務時 發現一部知曉客車去土閃避路檢點 嚴謹隨即將該車南警盤查 發現該駕駛神色光張 異常緊張 嚴謹深入盤查 該難自知難討法網 坦承持有安非川命兩小包 前案依毒品危害法治條例 已送花蓮地檢所正辦 毒品危害申請健康嚴重 花蓮警分局將持續積極查棄毒品 民眾若不勝然 可自當地借毒機構請求協助 珍惜生命請忌諫毒品 花蓮警分局擴大零件在一件成效 雖然被搜出的毒品數量不多 但警方目前也針對毒品來源 執行更進一步的溯源調查 記者 許麗晴 華蓮詩報導